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字叫做我说你做 我说你做 这里的我和你指的是谁呢? 大家可能会说 我指的是老师 你是指同学们 其实这只说对了一部分 到底我和你指谁 让我们到书中去寻找答案吧 打开语文书 翻到十四页 我来读要求 你们仔细听 我说你做 我们一起来做游戏吧 一个人发指令 其他人做动作 听老师读完要求 你们一定已经知道 我和你指谁了吧 对了 我是指发出指令的人 你指的是根据指令做动作的人 看 有一群小朋友就在玩这个游戏呢 看懂他们怎么玩的吗 请你说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说些什么 其他小朋友跟着做动作 是的 我说你做就是一个人发出指令 其他人做出相应的动作 再来看看图 小女孩发出什么指令了 你来说 小女孩说 请你抬起一条腿 对呀 其他同学就要跟着做出抬腿的动作 做游戏啊 有输也有赢 再看看图片 谁赢了 谁要被淘汰了呢 你来说 有很多小朋友都做对了 只有一个穿条文衣服的小男孩没有抬腿 他要被淘汰了 是的 现在我们也弄清楚游戏的规则了 根据指令做出动作 做对的就胜出进入下一轮 做错的就要被淘汰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来玩这个游戏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同学们起立 站到前面来 好 下面我们就要来开始做游戏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一轮游戏 小事牛刀 一向指令 我能行 老师来说指令 你们来做动作 第一个指令 请你摸摸鼻子 相互看看 做对了吗 很好 下一向指令 请你点点头 你怎么没有动啊 陈老师 你的声音有点小 我没听清楚 原来是这样 很抱歉 看来想要游戏顺利的进行 发出指令的人必须要 大声说 好 那我改正 再来一次好不好 做好准备 请你点点头 相互看看 我大声说了 同学们就能做对了 是不是 很好 那你们也想像老师这样 做发出指令的人吗 想 谁愿意来试试 请你来 你可是第一个来尝试的人 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 嗯 紧不紧张 有一点 有一点 没关系 放松一点 我请同学们给你一些建议 帮助你做得更好 好吗 好 来 谁愿意 请你来说 建议你要大声说 让我们听得清 嗯 非常棒的建议 也是陈老师想说的 记住了吗 好 做好准备 请你发出指令 请你摸摸右耳 都做对了 很棒 下一项指令 请你摇摇头 同学们做得怎么样 很好 那你眼竖起大拇指 夸夸他们 同学们做得好 也有发出指令同学的功劳 他做到了 大声说 我们才能够听得清 做得准 是吧 很好 谢谢你 回到座位 来 还有没有谁 也想要 像他一样尝试一下 做发出指令的 好 这次请你来试试看 开始 请你向左转 你怎么做错了呀 和大家不一样 老师 我刚刚 开手拆了 没认真听 哦 看来你还是很诚实的 那你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 让大家更好地玩这个游戏 好不好 来 想说什么 请大家玩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大声说 专心听 这样才不会被淘汰 嗯 所以你刚才一定要改正的就是要 专心听 对了 对了 好 那我们现在改正一下 再来试一次 好不好 好 好 来 面向前方 请你再试一次 请你向左转 这次他们都 做对了 做对了 好 给他们鼓鼓掌 你们也给自己鼓鼓掌 是不是 专心听了就能做好了 很好 来 回到座位 同学们 现在我们知道了 想要成功地完成游戏 发出指令的小朋友要 大声说 其他同学要 专心听 很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轮游戏 难度升级 多项指令 我挑战 谢美啊 老师要发出 连续的两个指令 请你注意听了 把书打开 翻到第十四页 然后做端正 看清楚 有没有翻到 哦 马上调整过来了 表扬这位同学 最快做好了 下一个指令 把书合起来 放在课桌的左上角 嗯 这次表扬你特别的快 有没有谁也想像这样 向同学们发出连续指令 请你来 请你举起右手摸摸左耳 哎呀 这个指令有点挑战的 同学们想一想 都做对了没有 做对了 很好 表扬大家专心听了 谢谢你 回到座位 接下来 我要连续说三个指令 大家可要专心听啊 请你把铅笔盒 放在语文书上 然后站起来 举起右手 哇 你做得又快又好 我请你把你的秘诀 介绍给大家好吗 老师说指令的时候 我会认真记 再心里重复一遍 这样就不容易忘记 能把几个动作都做对 看来这是一个好办法 也就是说 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不仅要大声说专心听 还要把指令 认真记 这样就能够做得又快又好了 是不是啊 非常好 那奖励你也来向大家挑战一下 让发出几个连续的指令 让他们来完成 好吗 来 开始 请你摸摸耳朵 拍拍手 再跳一下 同学们完成得怎么样 真是太棒了 给自己鼓鼓掌 你看 连续的多个指令 都能够完成了 特别好 看来同学们把他的秘诀都学到了 好 下面我们来先坐回座位 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 终极挑战 正说反作 我最牛 看了这个名字 想一想 这一轮游戏的规则是什么 你来说 老师 我玩过这个游戏 听到指令后 要做出相反的动作 比如 请你举起右手 就要举左手 说得太好了 看来你是有经验的 这一轮游戏啊 可是有难度的 你更加要专心听 认真记忆了 好 做好准备 请你举起左手 应该举什么呀 请你说 这时候应该举什么 右手 你改正过来了 再做好 请你举起左手 我们就应该 把手举好 很好 好 下一个指令 下一个指令 请你直指右眼 咦 相互看看 有没有都做对 是的 我们应该要指的是 左眼 表扬同学们 反应力很快 有没有同学 也想试一试的 谁来试 好 请你来 请大家先起立 这是一个正常的动作要求 是吧 好 起立来做 请你摸摸左耳 那就要摸 右耳表扬大家 反应很快 请你抬起右脚 那就应该抬 左脚 左脚 看看他们 都做对了 是不是 特别棒 很好 谢谢大家 回到座位 请坐 请坐 这轮游戏难度特别大 是考验大家反应力的 可是我看同学们都做得很好 我请个同学来说说看 你玩了这一轮游戏的感受 来请你来说 我觉得这个游戏更难了 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所以一定要竖起耳朵 专心听 认真记 才不会做错 嗯 说得真是太好了 请坐 看来同学们呀 带上倾听和思考 这两个法宝 就能够完成游戏了 特别棒 奖励同学们 轻松一下 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叫幸福拍手歌 大家注意听 这首歌里也藏着指令 屏幕前的小朋友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根据指令 做动作 开始啦 幸福拍手歌 中文字幕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得真棒,同学们可以试着继续编一编幸福儿歌,比如这样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竖起大拇指,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张开笑脸,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转个圈 这位同学的指令声音响亮,相信大家一定都听清楚,做正确了 让我们一起跟着视频动起来吧 幸福拍首歌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玩了我说你做的游戏,你有什么收获呀? 请你说 我知道了,做这个游戏一定要大声说、专心听、认真记 说得真好,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着重学会的本领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大声说 预备,起 大声说、专心听、认真记 是的,那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时候也需要我们做到大声说、专心听、认真记呀? 你来说 上课的时候,扒言的小朋友叫大声说,其他小朋友要专心听,白老师说的话认真记 是的,上课就应该这样认真听讲,很好,还有吗? 还有没有同学要补充?请你说 和其他人分享的时候,说的人要大声说,听的小朋友要专心 是啊,平时我们有分享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做到大声说、专心听、认真记 既能够保证活动的进行,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相信同学们都记住了 好,同学们,今天回去啊,和你的好朋友或者和你的家人也来一起做一做我说你做的游戏 把今天学会的这几个法宝告诉他,让他们也能够顺利的完成游戏,好不好? 好!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老师再见 下节那第一句